台军前参谋总长建议 台湾要学习乌克兰战争 这个建议实际上就是要培训那些平民试验者当炮灰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田绍 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 让台湾岛上的某些人感受到了压力 台军前参谋总长李启明 日前发表文章称 要在台湾建立一支自愿军 一支自下而上的力量 经过可训的组织训练和装备 以便在未来解放军登陆之后展开游击战 李启明认为 一支组织良好训练有数装备精良的民间防御部队 可以用来发动长期的叛乱 使得建立和实施人口控制变得更加困难 台军高官还指出 在台湾培养叛乱分子还需要获得武器和弹药 因此建议建立一支永久性的防御部队 在台军的支持下作为独立军种来运作 这支部队应该具有以陆军海军和空军同等的地位 以及同等级别的指挥官 台湾的本土防御部队应该以志愿者为中心 重点放在招募自愿打仗的年轻男女身上 这支部队应该能够获得小型武器 包括反装甲武器 简易爆弹装置 便携式防空导弹和野战医疗包等装备 李启明的观点估计是看到了俄乌冲突的情况以后 受到了所谓的鼓舞 也就是说在台军被解放军正面击溃之后 他企图让民间的自愿者在台湾岛上发动叛乱 搞所谓的游击战 这种战术在乌克兰似乎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并不能改变整个乌克兰战场的格局 那么他采取这样的办法就能够对付解放军吗 恐怕是飞弹不行 反而会给台湾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 解放军拥有极为强大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无人机和军飞弹的大量使用 将会让这些小规模的作战小组活动空间 挤压到等于零 此次呢 这些小规模的袭击是要基于有效的指挥控制系统 和强大的战斗意志的 俄军在乌克兰所面临的全程打击活力不足 精确制造弹药不够用的情况 而对于台海地区来讲 解放军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甚至只需要动用远程火箱炮 就能对台湾岛的所有军事目标 实施全覆盖和精确打击 完全可以在核弹时间内 让台军的作战力量崩溃 那么相比于俄乌冲突 解放军完成统一大业 拥有绝对的正当性 以及绝对的制空权 制海权和制信息权 这情况恐怕很多的台军高层人物 和所谓的专家都是心知著名的 毕竟现在两岸只是处于内战的暂停状态 我们一旦动手 不达目标绝无罢休 不管你是大型的军事目标 还是那些具有威胁性的小型目标 恐怕都在消灭之列 台独分子也将因为引发两岸冲突 而变成过街老鼠 甚至被打得意识崩溃 最后我们也要提醒台湾民众 要注意这些经常打嘴炮的台独分子 这类人一旦在解放军采取行动时候 他们有可能变成秀五星红旗的积极分子 李吉民的观点是基于台湾的所谓民调 那么如果这些人真的直面战争 平时打嘴炮的人估计跑得比谁都快 台湾现在兵一息限只有四个月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台湾年轻人对当兵是什么态度了 两岸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就是和平统一 如果台独分子逼得大陆不得不采取武统的行动 那么任何抵抗组织可以说都不管用 李吉民不要忘了 大陆的综合国力可是俄罗斯的十倍 我们根本就不缺精确治疗弹药 也不缺无人机 如果一旦发生武统 台湾民众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秀五行红旗 然后等着过正常生活 这样的损失才是最小的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